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阿Kym 我們又見了 Hello Apple 大家好 這次我們又說說屋邨 屋邨真的發生了很多靈異事件 是呀 尤其是舊的屋邨 這件事發生在… 這次我們又說說哪個屋邨 在荃灣 近著荃灣 在荃灣那小時候有一個大窩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我小時候的經歷 我小時候很橫皮 是一個很橫皮的小朋友 拍得住立不小心卡通片的小朋友 真的 這麼頑皮 是呀 真的 小朋友那時候我記得有些叫… 以前 因為荃灣那區有很多潮州人住 早期 現在可能是在北角那邊 以前就在荃灣那些 他們很相信一件事 御蘭節是很大的 做到甚麼 有時有神功氣體 又有些東西派 小時候就拿糖仔吃 有些燒那些… 例如道教或佛教 他們都說燒一些佳衣 燒一些衣紙 有些元寶的 我很記得小時候 我旁邊屋住了一個婆婆 他們信中派要燒一些衣紙 我有時幫他們摘元寶 所以我摘元寶摘得很厲害 教徒裡我都算摘得挺好的 我小時候 靜悄悄拿了一張紙 沒有給外婆的 我回家就自己在那裡摘 摘完之後 晚上就到了 大概八九點 小朋友八九點 其實九點多時 媽媽就會叫你睡覺 那天不知為何很晚 媽媽就應該睡覺了 我便在廳裡摘了元寶 大窩口那些是舊的屋邨 很舊的私人樓 還有天井 你知道我說甚麼 一條長走廊 燈又暗暗的 你知道那些 很舊了 我想現在應該有四十多年 五十多年樓了 差不多了 那時還有一些鐵閘 我記得 晚上我靜悄悄悄聲 開了個鐵閘 拿了元寶仔 走走走 走到隔壁屋 當然不是婆婆的房子 走到另外那邊隔壁屋 放下元寶在人家 家門口其實挺頑皮的 你想想在儒蘭節放的元寶 在人家的家裡 於是放下 因為那時真的是小朋友 小朋友甚麼都會想到 有時拆開電視機也會 我試過 很白厭 不過家庭的觀賞就沒事了 我把元寶放在家裡 於是我就按鍵 按鍵的手掣還未夠高 很高 把腳踩高 再按鍵 然後拍門 拍門就馬上離開 想著躲回家 小小聲關門 神不知鬼不覺 其實關門還關門 關了鐵閘 但未關木門 人們就蹲在地上 想著這樣看 看到人 我看有沒有人出來開門 沒有 沒有 一直都沒事 拍完門都沒有人理我 即是別人睡覺了 我覺得也不好玩 於是我就關了木門 想著 沒有了 只剩一張紙 只剩一個元寶 否則又可以再接通街派 挺可憐的 沒多久 我聽到叮噹 我到門了 然後裝模作樣 我打算去開門 看看 其實我有點害怕 我怕是鄰居的鄰居看到 走來投訴 跟我爸爸媽媽投訴 然後我騰跳蚊豬肉 我小時候我害怕這件事 那麼 敲門 我不理他 反正爸爸媽媽已經睡著了 是不是 不理了 不開門 然後一直開門 我又不理他 後來聲音沒有了 我想著出去看看 拉開門 小小就去鐵閘 看一看 咦 為何有隻元寶在這裡 就是那隻 沒有人被婚 對 我也是這樣想 於是開了道鐵閘 伸了頭出去 因為走廊是很長很長 真的很長 走也未走得那麼快 如果旁邊的屋山門 是會聽到的 伸了頭出去看看沒有人 伸了頭去看看那邊也沒有人 會帶風吹吹過來嗎 不會 Apple 走廊很長 可能會帶風 好嗎 因為我正在放在別人的身手上 放在別人的鐵閘 然後放在地上 所以是不可能這樣 結果就自己害怕了 關了門 馬上跑回房間 把皮蓋過頭 然後就算了 也沒有跟爸爸媽媽說這件事 因為知道一說一定會罵 這也是其中一個經歷 未算恐怖 最恐怖 是的 我知道 最恐怖的一個經歷 都是在那棟大廈 但這真的是很恐怖 我自己覺得 到現在回想起 我都覺得挺恐怖 到那時開始讀小學 揹著書包 可以進去 那些是有電梯的 不是唐樓 都是舊的 同一棟大廈 是有電梯 電梯是鐵的 通常鋁鐵 裡面的電梯都是用鋁鐵做的 反光 你大概知道我講哪一種電梯 大廈還有電梯嗎 那真的很久 是的 怎樣 我當時是按電梯 我記得是回家 因為那間學校 小時候是回那些暑期課程 我小時候是寄宿的 但那段時間因為暑假 我回家住 去那些社區中心 上暑期興趣班 可以走幾步路回家 那時真的自己回家 沒有爹地媽媽接我 我自己放了學 放完那些興趣班 我自己走回家 搭電梯 剛好手掌握到 那時我想問多少時間 下午來的 大概是 我想是點多兩點 即是吃飯那段時間 我回家吃飯 OK 回家 按電梯 就出去了 出了一部電梯 當我一出電梯到那層 我回家 我出電梯 我出電梯之後 突然間 我就見到一個很高 真的 因為樓頂是很高的 那些舊樓 你可能說 阿Kima 你小朋友 是的 所以你見到任何人都會很高的 那個真的很高 我肯定沒有眼花 也沒有看錯 因為它差不多貼著電梯的頂頂 我是要這樣 那兩米高 為甚麼 一個電梯是兩米 還未夠兩米 坐著兩米 那是很奇怪 為甚麼我說這麼奇怪呢 它是 戴那些是蘇聯俄羅斯的 那些叫羅宋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講哪些 冰天雪地 戴那些有帽子 他進來後 你見到他的家 夏天來的 我是穿短袖衣服的 他是穿了一件 長褲 是冰天雪地的長褲 很厚的那些 那些 那些長褲 黑色的 那雙鞋子 我很留意那雙鞋子 他穿了一雙鞋子 那雙鞋子是黑色的 就像那些 冰 那些粗冰 那些黑色的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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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看上去 那一件黑色的外套 然後我再看 看上去 他有一頂羅宋帽很高的 那頂帽子是這麼高的 有一個黑色帽 這樣戴著 那黑色帽 在這裡放兩塊黑色的 有兩塊東西留下來的 然後他就黑色頭髮的 來到這裡 那臉完全是很白 白到是那種 好像紙 我沒有誇張 好像白紙一樣 是很白的 戴著一副 黑超 黑眼鏡的 這樣戴著 一頂黑色帽 穿一件黑衣 臉是完全白色的 沒有反應的 那便走進升降機 那便走進升降機 那我便走出去 因為那時真的很熱 是夏天來的 真的 暑假 正常你應該是被他吸引著你 你掃了一下 我是掃了 我這樣看 這樣看 因為我打算衝出去 我很喜歡跑的 小朋友 衝出去 一開升降機 衝出去 有一個人 一看 那是虛 我看上去 為何這樣 這個人很奇怪 不要理會你出升降機 就好了 出了升降機 然後他進入裡面 那我左右逛上升降機 又白焰了 轉面 再按開他的門 讓他再關上升降機 我小朋友給他白焰 我按開那個升降機 我知道他很快 一會兒升降機 會彈開 是不是 他可能會出來罵人 我這樣想 OK 小朋友 我於是走 走慢一點 等他的升降機開 那升降機真的開了 我聽到聲音 他彈起來 然後再彈開 我按了那個按鈕 他再彈開 當他再彈開 那一刻 我真的很害怕 裡面是沒有人的 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於是我看到沒有人 我就知道 小朋友會立即知道 一件事 鬼 跑跑跑 衝回家 因為那些是舊樓 有時有幾盞燈 有時燈館壞了 黑蚊閃閃閃閃 更加跑跑跑到回家 白白白開門 有沒有說回你爹還是媽媽 沒有 因為我們是白艷 所以沒說到 但那個我真的看得很清楚 那天是你幾歲 小學的一年級 應該是六歲 也很奇怪 因為你沒見過這樣的人 突然穿得很奇怪 其實當後來現在 有時看風水 有時見到一些東西 或者聽到很多客人說的東西 現在其實有時我在想 有點像歐文使者 像別人在醫院看到的 都是這樣看的 在這個 對 那個臉真的很青 而且當時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夏天很熱 二十多三十度 為何那個人還可以穿那麼多衣服 而且他真的那麼高 我真的沒見過那麼高 是比爸爸媽媽高很多很多 我還記得我不是這樣看 是這樣看上去 他是直視的 好像看不到我 本來看見也沒有問題 最差的是我八驗 還要按多個按鈕 看到他也很有問題 夏天穿那麼厚的衣服 是的 但現在到變了 有時我去那些舊的房子 都會有一件事 就是會特別 有時會看一看清楚 有時看到人的臉 真的很青 有時我都會想 是嗎 OK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了 有想知道更多資訊 也都是留下這個網站 HK026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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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